在國小圍牆邊滑手機 看見黃一南突然走了過來 接著竟然抬起腳做事要踹人 女騎士嚇了一跳 趕緊跑到對面 但還沒結束 黃一南還沒玩 竟然對著正要上學的男童 做出一樣的動作 家長嚇得趕緊繞過他 最後人竟然直接站在路中央擋出去路 事情就發生在新北市永和一間國小 事發地點就在國小校園的後門 那其實附近都是住宅區 家長帶著小朋友常常會在附近走動 上下學時也會經過這條路 而男子這樣的行為也已經引發恐慌 有對校內的學生宣導一定要結伴同行 然後要注意可疑的人士 那如果有發現可疑人士的話 一定要馬上的通報市長 事情發生後 哨方也通知警方 並且到校園附近 注意是否有可疑人士出沒 警方則是加派人力到周邊巡邏 只是沒想到證明黃一南 當天下午又到國小附近的手搖飲料店 騷擾女店員 警方最後巡現在住家找到人 發現這名35歲何姓男子喝了酒後 才會出現脫序的行為 已經請家人多多管束他的行為 TVBS新聞 劉敏國穎新媒體報導 掌握全球情緒 國際新聞 全新選擇 YT頻道 TVBS 國際Plus 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